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他们过去家庭总是有些因素 让他们到这边来 但是看他们脸上的表情 我觉得好像已经把过去的不幸 跑到后面去了 每一个小朋友大朋友 都是我们最宝贝的宝贝 我们希望说 不管他们家庭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变故 都能够透过这边的训练 变成积极 乐观 进取 独立 将来到社会上变成我们的中间分子 不输给一般我们家庭培养出来的人 甚至更具有和群跟独立的能力 我虽然没有去看他们的家 我相信他们的房间 绝对比我儿子要整理的 整齐干净 这个儿童之家 是我们整个社会照顾系统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我们一方面鼓励我们的民众 要鼓励声誉 那就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那这个就是一个 没有后顾之忧的一个保障 不要让我们的小朋友 大朋友在离开这里以后 都变成我们的一等一的国民 然后他们讲起他们的 过去这些经历的时候 把这边当作一个 他们最愿意讲出来 这边的训练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条有理 让他们的整个生涯生长过程里面 变成一个非常加分的因素 所以拜托你们这边的同仁 你们大家都加油 谢谢